戴了三年口罩 每个人都想脱下它 澳门政府率先宣布放宽部分口罩令 由星期一开始 在室外不用再强制戴口罩 一般室内场所就由场所的负责人 根据空气流通的情况 聚集人数或有无活动等因素 决定是否需要戴口罩 不过进去医院、诊所或老人院 及搭公共交通工具就无法放宽 另外遇到这些情况 当局都建议应该戴个口罩 澳门当局亦都建议市民 出街的时候可以戴定一些口罩 家里亦都要准备两个星期的份量 以备不时之需